4月11日 鸿海筹码由内资及散户转到外资手上 作者,A大 近两个交易日鸿海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连续下跌 起因有可能是4月3日外资群卖超鸿海30791张 很多人不会进去细看筹码是落在谁的手上 单纯就是看到外资群卖超30791张就开始跟着卖出 当融资户看到外资群4月3日卖出30791张后 接着连续三天融资减少15747张 今天晚上没有意外的话 融资应该也是会再减少 如果你细看外资群的筹码变化 你就会发觉筹码更集中到某一些外资群手上 这两天鸿海股价跌破5日线及10日线 就会有很多融资户、内资、散户卖出获利了结 这也是一种洗盘及换手 这些融资及散户本来就需要换一批人进来 在鸿海股价150几元进来布局的外资有高盛 上海汇丰、美林、港商法国新夜等 这些新进来的外资群成本就是在150几元 之后他们想要玩短线、中线、长线赚钱 他们就必须把鸿海股价向上拉抬 出去的内资及散户 他们就不会有100到105元的低价库存 取而代之的是154到157元成本的库存 短线大部分的人成本都在150几元时 股价才能在这打一个底 这样说好了 你如果进到鸿海中做多 成本买在155元 你会在152到158元之间卖吗 你敢不计代价的卖吗 应该是不会 进到股市中无非就是为了赚钱 也没有人会用155元买了股票后 然后直接就眼睛闭着砍 也许是会有一些无知小散户会这样做 但大部分的投机课 短线课 当充课 主力 外资 法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几天我就算把三大法人主力筹码都分析给你听 但还是比不少你在开盘时间一直死盯着盘 一买一卖成交易 既然外资群今天能买到23487张 那一定是有自营商 投信及散户卖外资群这23487张 大家按赞并留言 嘴巴上说多有信心都没有用 红海股价波动下去就知道抱不抱得住 这两天台股的走势都不会太弱 红海连续两天的股价表现得就很弱势 昨天我有稍微提醒一下 是由做多三巨头的瑞银带头贯杀 然后再买回赚差价 有可能瑞银这样做的目的是单纯赚钱 也有可能是为了洗盘 让里面的散户换手 今天瑞银一样又是带头贯杀 但最后合计买超3098张 当冲赚404万 瑞银的格局如果是比较大的话 那灌杀的目的就是为了洗盘 让一些没有信心的人出去 让想要买的可以在150元左右上车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未来向上拉抬时会比较安全 不然一堆散户 主力在那等涨到涨不上去就要卖 瑞银 大摩 小摩 高盛 上海汇丰也不是傻子 过程中洗个盘测试一下 哪一些人是真心想要做多 哪一些人仅是在等稍纵即逝的糕点 这些外资群在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们也是知道一些短线客会看周线及时日线 只要跌破这两条线的过程中 就会有不同的短线客出场 外资群也知道会有一些人想要在月线买 今天偏偏就不到月线145元给散户买 外资群在买卖的过程中 他们一定是感觉得出来哪个价位很多人要买 也知道一些短线客他们的习惯 很多散户在上涨的过程中一直说很有信心 其实他们单纯就是在等一个糕点然后卖出 这两天外资群洗个盘 他们了不起就是卖在150到152元 这里大概就是跌破五日线及时日线的位置 这时会有人说五日线明明在157.7元 时日线明明在154.5元 怎么会卖在150到152元呢 会这样问的人代表你没有实战过 会看这两条线的人一定就是确定跌破才会出场 很多人同时看这两个军价出场 最终一定是不可能卖在这价格的 以今天鸿海的均价149.86元来说 平均的人就是卖在这价格 这叫今天的市场均价 今天外资群买了23487张 平均就是在149.86元买到的 这些散户出去后 巴掘今天外资群竟然买这么多 外资群明天也不可能让你有认错机会 直接就是上涨个几元让散户没有机会买回 就算没有上涨 今天才在149.86元卖出 明天散户也不可能在150元买回的 他们想要打平 至少是要149元买到 才足以支付交易税及手续费的损失 有一些小散户把手上的股票卖了后 就会放上来说自己赚了多少钱 然后说自己卖了 我个人是觉得买卖是你个人行为 你不需要四处贴给别人看 很多小散户希望卖了股价就回挡给他买 所以就会贴出来卖出的股票企图影响别人 其实这些仅是低级投机客的行为 当你的资金只有几百万这种水准 你要做的事不是这种低级投机客的事 而是努力的学好股市知识及尝试 也不用常常去一般讨论区在那贴什么文 那些看到你赚一百万就觉得你好棒 单纯就是满足你那可怜的虚荣心罢了 常常和一些失败者混在一起 时间久了后你就会是失败者 以我在公开讨论区这么久的时间 常常就是看到这种资金几百万的人会做这种事 不是玩无见到 不然就是匿名酸言酸欲 还有一些是在那买了较多 卖了较空 你投资只需要为你自己负责就行了 我分享知识给你 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赚钱赔钱就是你个人的问题 不用赚了一点小钱就到处去和别人炫耀 你赚那些小钱在别人眼中就仅是小资族的存在 一开始我的文章及影片是为了帮助小资族去减少财中社会及股市陷阱的数次 后面我发觉很多小资族其实也不值得同情 很多时候这些小资族喜欢去断了自己同类的路 这就造成了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的情况 想要变成有钱人 你就要努力的去跟上富人的思维 小资族如果不提升自己的眼界 别人也是帮助不了你的 我在公开讨论区这么多年了 真正小资族受贿的人是不多的 大部分仅是让一些小时户变中时户 让中时户变大户 让大户变超级大户 少数一些有钱的人就赚走了大部分的财富 一些小资族常常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你之所以会穷 一定是有原因的 在股市中如果你赚到的钱和你的能力不匹配 之后你赔回去时只是会让你更痛苦 正所谓得到后再失去 痛苦是三倍 你如果用半吊子的心态看我文章及影片赚到钱 然后没有真正的贯通 之后你在股市还是会把这些钱赔回去的 我说过 这一次你在红海赚到钱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一次也是你这辈子最容易在股市中赚钱的一次 我看到有一些新来的网友 文章及影片没看几天 整天就是盯着股价说自己赚几毛了 又赔几毛了 这几毛几几元的差价对你的人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如果你的资金不够大 你买进红海后 不论赚到多少百分币 这对你的人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现在对你来说 我影片中的知识会比你赚到那一些小钱还要重要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在你当小资族时 不论涨多少倍 那都没啥意义 在小资族的期间 你比较需要的是把股市知识及尝试学好 而不是每天眼睛盯着那微小的股价跳动 未来你的人生还很长 过程中会得到很多薪资及存款 当你有知识后 你才能在未来的时间中把这些资金以复利的方式滚大 有一些人是有一点资产底子 基本上他也不用学习什么了 只要投资一次就足以让自己财富自由 自己处在哪一种情况 你要做相对应的事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鸿海筹码由内资及散户转到外资手上 二、标股上使用杠杆警示增加心理压力 三、股市知识及尝试是靠时间累积出来的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51.72亿 投信卖超台股2.0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16.97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70.72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增加11254口 期货留仓空单12964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10401口 今天台股成交4418.15亿 下跌10.31点 跌幅0.05% 收在20753.22点 电子上涨0.66点 涨幅0.06% 收在1093.38点 金融上涨0.47点 涨幅0.03% 收在1832.71点 外资群买卖超前五名 买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长荣行 买了70869张 第二名鸿海 买了23487张 第三名中兴店 买了21788张 第四名长荣 买了11248张 第五名南亚科 买了9984张 卖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群创 卖了121104张 第二名的复华台湾科技优袭 卖了38769张 第三名的复华富时不动产 卖了38612张 第四名的友达 卖了18656张 第五名的联电 卖了1601张 鸿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7853张 第二名的是美琳 买了7263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惠丽 买了3588张 第四名的是瑞银 买了3098张 第五名是台湾摩根 买了2939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凯基 卖了5302张 第二名的是统一 卖了3744张 第三名的是港麦格里 卖了3422张 第四名是袁富 卖了2334张 第五名的是袁大中校 卖了2214张 今天盘中散户看到 红海下跌时 会觉得昨天我分析筹码 越来越漂亮是鬼扯 但这些人看到盘后 三大法人进出后 他们会发觉原来我的筹码面分析这么厉害 今天主力做多外资群三巨头都是买超的 小摩买7853张 瑞银买3098张 大摩买2939张 连最近加入的高盛也买超了2305张 美玲今天也买了7262张 那今天是谁卖呢 明显是内资做多主力 元大 元富 凯基 统一 国泰 富邦永丰金等券商 这7家今天合计卖超13582张 这时会有人说国泰今天不是买吗 其实我是把内资做多主力 做一个大概的区分 后面内资主力如果不同不实 我们是能把内资做多再区分开来 国泰3月11日以来 其实已经买56305张 未来我们是可以把内资做多主力 做一个区分 当冲的小虎队买6635张 买6611张 当冲赚171万 富邦嘉义买3700张 买3666张 当冲赚223万 元大北港买1462张 卖1457张 当冲赔185万 今天为什么内资主力要卖呢 其实我昨天已经有和大家稍微提到了 昨天鸿海会弱势是由瑞银带动贯杀的 重点是瑞不是真心的想卖 昨天瑞银带头贯杀 后面把股票买回 当冲赚了600多万 今天瑞银虽然是买超3098张 但瑞银今天买9253张 卖6155张 当冲赚了404万 一副就是很可疑的样子 今天瑞银的买卖超情况 绿色是卖的数量 红色是买的数量 很明显瑞银一开始在153.5元就卖12张 在153元又卖545张 按照这逻辑来看 这两个价位只有出现在早盘几分钟 所以瑞银很明显就是开盘时卖 一边贯杀 然后一边买 后面引发内资止损 就在148到149.5元买到更多的股票 148到149.5元很明显就是 红海股价大跌过后 瑞银才开始买的 瑞银还有参与去贯杀147.5元 合计卖超了200张 147.5元成交了8225张 光永丰金在这价位就买了1420张 卖2215张 永丰金一家就在这里成交了3636张 这也是为什么永丰金今天当冲会赔244.4万 今天元大买8862张 卖10947张 合计卖超2084张 元大这样的玩法不像是要贯杀赚差价的 元大一开始在153元是买183张 后面每个价位买及卖都有 很明显就是要起到稳盘的效果 今天元大当冲赔372万 很明显就是互盘的代价 所以内资做多主力其实开始有一点不同步了 我说过 短线一开始大家方向一致 大家都是好朋友 涨到后面意见就会开始出现分歧 那就看公司是否有价值及谁口袋比较深 以鸿海目前净值107.7元 一年能赚10.25元 近三年都能赚10元以上 分别配出5.2元 5.3元及5.4元 未来有GB200的订单 接下来两年AI伺服器是主要成长动能 所以目前的基本面及接下来的产业面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短线现在就是把一些没信心 看不起鸿海的人洗出去 等于就是做一个换手的动作 这也是好事一见 这两天鸿海股价波动这么大 很多散户会被洗出去也是很正常的 哪怕你每天都有看我的文章及影片 但看归看 听归听 你是否有内化到你的心理面中 那就是看个人的造化 我就算把三大法人及主力筹码都告诉你 很多人在盘中看到股价下跌时 就会在那失心疯 我常建议一些投资者 你不要每天一直死盯着盘 也不要常常去算自己的未实现损益 那都仅是会增加你的风险罢了 我之前看过一部阿甘正传 他朋友帮他买了一间水果公司 阿甘也不知道是什么公司 就一直放着 很多年后他就赚到了巨大的财富 如果阿甘像一般的营业员或散户 每天一直在那盯着那间公司的股价 我想没多久他就会被洗出去 那间水果公司名字叫苹果 近三个交易日下来 买第一名的是美龄 买了13426张 原本美龄从鸿海起涨时 买超的6万张已经卖光 一开始美龄占到了很好的位置 成本在125元 卖光后赚了7亿 最近三天又是新一轮的布局 目前美龄的成本在154.46元 如果鸿海不涨到180元 200元 那美龄就不会有什么成本优势 所以美龄现在应该是会很希望 红海股价涨上去拉开他的成本区 买第二名的是高盛 买了12597张 居买价在154.6元 高盛是最近加入的主力做多外资 目前看起来连续五个交易日买超了 合计买超15347张 从3月13日以来买超了39610张 剩下的大魔 小魔 瑞银就不用说了 就是红海中的老主力做多外资群 红海的股票渐渐的落回了外资群的手上 内资主力本来就仅是一个打破僵局的人 一开始买了20几万张 打破了价值投资者及外资群之间的大战 现在内资做多主力退场 可以让更多的股票落回外资群手上 一些就思维红海股东的股票也会被外资群买回去 之后股票在外资群手上时 外资群就会让红海股东知道股价净值比几倍才是红海该有的价格 之前股票落在很多散户手上时 这些散户一直觉得红海股价该在净值下 我真的是为红海感到伤心 一些看不起红海的人 不去投资别挡股票 一直死皮赖脸的待在红海不知道在干嘛 红海就算给他们赚到钱 他们平常也是一直在那抱怨及谩骂 最好的方式就是股票回到外资群手上 让这些股东了解红海股价该值多少钱 当股价来到300元 400元 500元时 这些散户就不会觉得我说红海300元是笑话了 我只能说 光打股价净值比都赶5倍 伪创股价净值比都赶3.3倍 红海身为代工厂的龙头 股价300元净值比还不到3倍 你觉得是笑话的话 那你就拿出你的身家空死广达及伪创 因为你觉得是笑话的事发生在股市中了 今天红海爆量下跌4.5元 成交量171807张 股价收在150元 外资群买超23487张 外资群买就买还要在尾数留各487的数字 投信卖超31111张 自营商卖超4236张 其中2251张是自行买卖 1986张是全证避险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6139张 红海中的内资也是很搞笑 因为4月3日看到外资群合计卖超30791张后 接下来就开始卖超 不但投信 自营商卖 融资也跟着减少 外资群卖超30791张 那天是美龄卖的 光美龄就卖了21165张 瑞银卖3536张 大摩卖2206张 小摩卖988张 很搞笑的事事 4月3日这些外资群卖完后 接着几个交易日又买回来 从4月3日到4月11日 美龄卖超10905张 瑞银仅卖766张 小摩买7060张 大摩买524张 大家没有看错 4月3日卖超的外资群 几乎近4个交易日又买回来了 明显就是从投信 自营商手上买回来 这就是很成功的洗盘 近8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买超4259张 投信买超3001张 自营商卖超3947张 三大法人买超3314张 三大法人在这8个交易日 单纯就是洗了一下盘 让股价从150元涨到161.5元 然后又让股价跌到150元 里面的散户组成应该就是会变得很不一样了 目前鸿海的周线155.9元 时日线154.3元 近10个交易日进来买的人 除非你是资金很小 然后一次欧印型的投资者 不然你的平均成本一定就是会落在154.3元到155.9元 外资群及主力不可能去知道每一个散户的成本多少 但是用技术分析的周线及时日线就是很科学的统计 外资群及主力只要确定新进来的人成本在154.3元到155.9元 之后他们再继续拉台时 就不会害怕里面有太多成本在100到105元的人 不然如果大部分的散户成本都在100到105元 哪一天外资群及主力拉台股价到200元 250元还是300元 忽然发生一个大事件 不论是个股或是台股 里面的散户成本都是比便宜的 每个人成本都是100到105元 这些散户眼睛闭着到货都能赚到大钱 他们自然就会乱到货 以这两天来说 鸿海股价从160元跌到今天最低147元 你只要在3月以前就买到鸿海的人 成本一定就是在年限的104.5元 你眼睛随便闭着导货 都是能赚40到50% 现在外资群及主力知道鸿海股价净值比才1.39倍 散户想要导货就给他们到 让他们赚到4到5成出去 反正会有新的股东进来 以广达股价净值比5倍 伪创净值比3.3倍 外资群及主力根本不怕之后 没有人买股价净值比3到5倍的鸿海 现在散户要导货就给他们导货 说不定未来这些散户看到鸿海一直涨 天天涨 涨不停后又会进来买200元 250元 300元 只要外资群及主力能控制好整个走势 其实他们是不会担心散户到不倒货的 新闻说 鸿海先进桥头新厂动土一式启动 首座AI工厂落地高雄 鸿海旗下鸿海先进 11日于高雄桥头科学园区举行新厂动土典礼 由鸿海先进科技总经理李秉燕 高雄市陈奇迈市长 汤玉成议长 罗达生副市长等贵宾接力领指导 并一同持经产县礼 为新厂动土送上祝福 鸿海先进首款自主研发电动巴士ModelT 自2022年量产交付以来 相继投入全台各县市公共运输 在当地获得热烈回响 鸿海内外客户大力支持 鸿海桥头新厂预计2025年完工 初期产能约年产500辆 2028年目标扩产至1000辆 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鸿海桥头新厂也会是电巴的重要出海口 基于鸿海科技集团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 智慧城市三大平台的顶层架构 桥头新厂也会是集团 在台湾建制的指标性AI工厂之一 新厂将结合数位孪生 Digital Twin 科技 导入云端互联技术 虚实产线协同运作 以及数位及时监控 确保生产品质 除了既有的电动巴士产线件之外 鸿海桥头新厂也将规划 商用斜线乘用车的实验与测试环境 期待能够进一步带动台湾电动车产业 并在高雄形成产业聚落 陈奇迈表示 配合中央2050净零排放政策 市府积极推动净零转型 布局高雄电动车产业发展 感谢鸿海看好高雄电动车产业发展 高雄也非常荣幸 是全台第一个采用Model T的城市 继全球电池中心落脚和发产业园区 及软体研发中心于亚湾正式启用后 设计、制造到测试等电动车一条龙服务皆坐落于高雄 完善高雄电动车产业链 为高雄的产业转型注入庞大能量 也创造更多的高科技人才之缺 李炳燕表示 鸿华先进在董事长刘洋伟带领下 结合鸿海集团包全球电动车产业布局推动 以CDMS商业模式持续推进全球布局 打入美洲、东南亚等主流市场 同时建构电动车生态系 外向立即台湾 放眼全球之目标 李炳燕表示 鸿华先进已短短不到三年时间 推出首款电动巴士Model T 及一系列的乘用车款 有Model C、Model E、Model B 目前Model C以下限超过700辆给客户 持续大量交付中 Model B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投入量产 Model T作为鸿华先进首款自主研发的电动巴士 李炳燕坦言 Model T从高雄出发 一路拓展这个县市 目前包括台南、嘉义、彰化、台中、新竹、新北、台北、台东 金门都有Model T的身影 东南亚及美洲相关的专案也在陆续洽谈中 在海内外客户大力支持下 促使鸿华决定投入电巴制造的主要原因 李炳燕指出 在刘洋伟所提出的集团三大平台 智慧制造、智慧电动车、智慧城市平台架构下 鸿华桥头新厂会是集团在高雄智慧制造 智慧电动车平台的重要据点 也为今后的智慧城市平台落地高雄打下基础 秉持鸿海集团永续经营等于EPS加ESG理念 鸿华先进也特别注重产业的永续发展 鸿华桥科厂的建厂规划 采低碳率建筑 生态绿化等 积极构建智慧科技 永续环保的产业园区 在控制风险与取得机会中 持续推动绿色生态循环 今天鸿海最低来到147元 最高153.5元 差不多波动6.5元 这和近一个月鸿海每日波动幅度差不多 唯一比较不同的是今天平盘是154.5元 是以下跌1.5元开出 也就是开盘价格153元 最高来到153.5元 今天鸿海最多就是下跌到7.5元 今天下跌之所以会有不少散户卖出 那是因为昨天鸿海已经下跌了3.5元 两天连续的下跌 让散户压力就是倍增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鸿海禁止比1.5倍时 也就是150到160元之间 让大家不要傻乎乎的去使用杠杆 我说目前鸿海每天的波动已经够剧烈了 你光用本金承受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 如果你再静止比1.5倍使用杠杆 很有可能在股价波动过程中杀进杀出 以近两个交易日来说 最高160元 最低147元 相差了13元 波动幅度8.12% 两天这样的波动算是很大的 如果你近三个交易日最高161.5元 最低147元 相差14.5元 波动8.97% 如果你用中压的方式投资鸿海 两到三个交易日自己的资产波动已经来到8到9%了 你若使用2.5倍的融资的话 那近两到三个交易日就是20.3%到22.4%的波动 很多投资人是没有这么强健的自我心里面去承受这种资产波动的 之前鸿海股价在100到105元波动时 常常都是平盘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涨跌0.5元 涨跌1元算是很大的波动了 一年之间也找不到几个交易日波动4.5% 这样的情况你使用杠杆 你根本不太会出局 自我心里面压力也不会太大 重点股价又在静止下 抱起来也是很踏实的 当鸿海股价涨上来后 这时波动就会变剧烈 我之前就有和大家说了 现在进来的人就是注重资金成本 机会成本 时间成本的人 他们要的就是股价波动大 你光重压你的总资产 每天都是有3到5%之间的波动 这样的波动已经够大了 当你进来布局是一次O-in的话 那你的成本就会是一个极端 要么就是极端高 不然就是极端低 对外资群及主力来说 他们资金不位大 布局的成本会落在均线上 目前外资群及主力布局的成本在137元 会这样的原因是 他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买了近800亿 如果你也是近一个月 向外资群及主力这样布局 成本大概也是会布局在137元左右 不过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5日线、10日线、月线、季线、半年 年线的价格就会向上 昨天鸿海股价跌破5日线的155.9元 就引来一些短线客的止损 今天鸿海股价跌破10日线的154.3元 又引来另一些短线止损 鸿海目前的月线是145.1元 会有一些短线客想要在这里上车 这也是所谓的股票换手 这周三个交易日下来 融资连续减少三天 合计减少15747张 今天鸿海波动这么大 股价最低跌到147元 理论上也是会有不少融资客出场 融资对短线上涨及下跌影响很大 不过鸿海股价如果想要走得长远 不可能一直靠融资户的 这些融资户迟早是会出场的 当这些融资户出场后 也许是新的鸿海股东进来买 也有可能是新的主力 外资群进来接 进两个交易日下来 鸿海股价最高从160元跌到147元 一定会有很多持有低成本库存的股东卖出 这些人单纯就是觉得股价涨好多了 觉得赚到了40到50% 看到股价跌下去就怕得到后再失去 所以就把手上的股票卖掉 他们也不在乎鸿海是否有价值 未来AI伺服器的成长有多大 短线就是需要做持股的换手 让大部分新进来的成本在周线的155.9元 时日线的154.2元 接下来月线的价格会持续地提高 目前月线价格在145元 外资群及主力的目标一定是放在季线 半年线及年线的 唯有让长期的技术线均价高过他们的成本 他们才有可能出的了货 重点是目前出货外资群及主力 也赚不到什么钱 目前台股中也没有多少低股价净值比的公司 给外资群及主力买了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觉得自己就是要赚5到10元的料 之后红海股价走低 股利率就会大幅提升 之后高股息ETF就会进来买 所以好的公司不怕没有人买的 这也是为什么价值是主人 价格是狗 最终狗是会跟上主人的 新闻说 00878成分股的筛选 除了要用ESG评分筛过一轮 还要再看过去三年的配息状态 而且2023年新增两个筛选规则 一 过去三年与目前的四个年度组别 各组别殖利率排序后10%将被踢除 二 各组别只要曾经没有殖利率 就会被踢除 A大回答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外资群及主力在红海中作局失败 接下来5月的高股息ETF大换股 一定就是会把里面的伟创 广达之类的公司踢掉 伟创的股利率都仅剩2%了 去年没有被踢掉是因为要用近三年配息情况 今年就会吃到两个比较低股利率的数字 这样一平均伪创就会被00878踢出投资组合 也不可能00878把AI概念股二线及三线的公司都纳入了 之后不会去纳红海吧 所以只要红海是一间有价值的公司 大家就不用担心市场不去买单 红海是台湾第二大全职股 能容纳的资金够大 台湾很多高股息ETF规模都是2000亿 3000亿的 买进红海才不至于让买完后股利率变得太低 新闻说大力光第一季税后纯益61.11亿元年增85.81% 每股纯益45.79元 光学员建类股股王大力光11日召开法说会 并公布2024年首级获利资料 大力光2024年首级税后纯益61.11亿元 年增85.81% 即增23.09% 每股纯益为45.79元 也是四年同期获利新高 大力光2024年第一季营收113.13亿元 毛利率49.17% 即减3.71个百分点 年减0.67个百分点 手机税后纯益61.11亿元 年增85.81% 即增23.09% 每股纯益为45.79元 其中 第一季单季业外收益高达34.69亿元 主要受惠新台币贬值 业外汇兑收益贡献 大力光统计 以2024年1到3月出货产品结构来看 以1000万化速产品为多数 1000万化速以上镜头占比40到50% 800万化速镜头产品占比0到10% 2000万化速以上产品占比为20到30% 低于500万化速产品占比为20到30% A大回答 以前苹果很红时 苹果概念股的台积电 大力光就会很吃香 大力光当初吃到苹果高阶镜头订单 一副就是天下无敌的样子 所以净值688元 一年赚198元 市场就敢把大力光的股价炒到6000多元 最近苹果变得没有这么红 大力光的股价就开始回归理性 最近比较红的题材是AI产业 台积电是做晶圆代工厂的 技术领先全球 所以不论是在苹果手机 特斯拉电动车 AI产业 都有台积电的红利 渐渐的台股就成了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 大家记得一件事 当市场在封某一个题材时 和题材有关的公司都会有本梦笔 当这些本梦笔消失时 股价就会回归到正常 我之所以能一直在股市中不败 那是因为我不吃本梦笔这一套 这样虽然会错过很多标股 但也能避开很多五成 六成 甚至七成的下跌 在股市中你只要有基准点的概念 你单纯用时间就能赚钱 接着你再使用复利的观念 最终你的资产就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常常喜欢去买本梦笔的公司 买到的价格都是在股价净值比4倍 5倍 6倍 甚至是10倍的 买到那种公司留给你的就仅有风险而已 一般讨论区网友Parlay说 大家好 我从一开始就有在看A大写红旗的文章 对于我刚入股市的路有很大的帮助 比起一些坊间的书这种实战的文章比较贴切 而且里面也包含不只有长线 也有短线的攻略 只是我程度不好有时候看不出来 不过时间是可以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没错 只是那个时间点很难抓 在这期间我有自己操作短线 胜率大概60%不过还是输钱 每次都赢小输大一次到赔很多 最后自己选择方式是慢慢买领股利为生 心态改变后对于涨跌也慢慢无感 只要不到目标价我就领股利继续投资 总有一天等到 所以我买了台中银 台气银 广达 最后都是有喷上去 不过我没报到最后或是出在相对高点 最最最可惜是广达 谁也没能想到我买在约90 居然可以喷到快300 但股市机会多 这次我又选择鸿海慢慢买报了约一年 这一两个月喷了快50% 身边同事知道你有买每个都在跟你报价 鸿海120元 鸿海150元 最后我选择初清 我如果说看好后市但选择初清 被A大知道大概会被骂 为了短线买来卖去 散户行为 而且看好后市选择初清 这其实蛮违背逻辑的 最后先谢谢A大 毕竟不可能有人愿意免费交你股票之事 附上对账单已是证明 A大回答 鸿海的年限104.58元 你卖在149.5元 确实这笔对账单就是持有一年左右的水准 再加上去年5.3元的股息 大概就是赚了144.85万 本金290万 目前你有的资产大概433万 这种资产水准对你财富自由还没有太大的帮助 了不起就是让你少奋斗个三年左右 我常和大家说 这一次你们在鸿海会是你们在股市最容易赚钱的一次 未来想要在股市赚大钱 那有如阿婆生小孩 要很拼 接下来我劝你继续看我文章及影片 然后好好的修炼自己的能力 股市知识充足后再把这些钱投入股市 短时间你就不要再进到股市中了 你看了一年的时间会选择在现在把股票卖掉 代表你自我心里面及眼界还没有学到精髓 频道讨论区网友赚几百万 几千万 几亿的人 我看多了 为什么别人的会变有钱 那是因为他们有学到最重要的眼界 我常和大家说 不要常常在赌桌上数钱 因为得到后再失去 痛苦是三倍 你之所以会在149.5元卖 你很明显就是中了毛点效应 当股价涨到161.5元时 你已经把这些钱当成你赚到了 当股价跌下来时 你会急急忙忙的把股票卖掉 很多人不能接受我常说外资群及主力要洗盘 其实你就是一个实力 你的成本在104.5元 这么低的成本 如果三大法人完全不洗盘的向上拉抬 哪天遇到个不可控制大事件 里面一大堆成本很低的散户 他们眼睛闭着砍都能赚四成 赚五成 这对外资群 主力及法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在频道讨论区中赚一百万 几百万 一两千万 几千万 几亿的人多的去了 他们之所以不会卖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人生最容易赚钱的一次机会 他们要好好的把握 而且要尽可能的留在红海中长一点 毕竟持有红海才会想要看我的文章及影片 如果彻底学走了我的投资观念后 他们才能一辈子在投资市场中拥保安康 不然现在赚到的钱 投资观念如果跟不上的话 那未来连本带利的兔回去警示时间问题 之前我很常遇到20张 几十张 不到一百张的人 这些人都很爱搞怪 我也是不懂为什么 一些人喜欢在那玩无间道 不然就是用一堆假账户在那装神弄鬼 这种资金水位的人 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在建立自己的资产 正所谓时间花在哪 成就就在哪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中理人肉请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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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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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